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1月2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的影 今天这期节目 我主要和大家来聊一下美国的领事馆出售香港的资产被拒绝这样一件事情 同时透过这个事情 我也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后面释放出来什么信号 当然主要是以后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 不管你是抛售中国的资产还是抛售香港资产 可以说都会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那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如果是新朋友请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 如果能订阅我的会员对能言表示支持就更好了 刚刚过去的2020年 可以说是多灾多烂的一年 也是中美大斗法的一年 斗法的一个着力点就是香港 围绕着香港国安法展开的 当初是围绕着香港国安法的实行 美国采取了很多反制香港 反制中共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 全部将香港出口的商品 主要是将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 标志为中国制造 还取消了香港人入境美国的特别的一些通道和待遇 同时对香港以及中共的高官进行了金融制裁等等 可以说力度还算是可以的 当然这些措施中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很强的措施 就是美国在今年年初就宣布 美国领事馆将出售在香港的房产 当时可以说这个出售的房产是被恒农地产给买下来了 但是现在半年过去了可以说情况已经是发生了逆转 发生了变化 美国的卖房计划被中共的香港政府给喊停了 就是说现在房产不让他卖不让交易了 当初达成的协议了无限延期 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很明显就是在给美国穿小鞋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当初美国出售的是寿山村道37号的驻港领事馆的宿舍的物业 由香港恒农地产以25.66亿元是买下来了 每尺的楼面的地价大约是5.4万元 但是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明显的低于市场价 我们看市场价最高的它是卖到了每尺8万块钱 8万多港币 那么现在它卖的是5.4万 可以说基本上以低于市场价40%的价格就抛售了 可以说算是甩卖 恒农地产也算是减了一个便宜 当然美国它也没有吃亏 美国买下这些资产的时候是1948年买的 那个时候只有30万港币 但是现在如果全部卖掉的话 它的价格基本上高达上百亿港币 所以大家算一下到底翻了多少倍 基本上就是六折卖它也不会吃亏 买卖原定是在周三完成交易的 不过恒农地产在成交之前的一天 突然它就发出了公告 表示说公司于上周一也就是21号 通过法律顾问收到了土地注册处发出的罕见 指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不是一般的商业主体 而寿城山村到了37号 它不是普通的房产 该物业的出售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外交事务 不是一般的商业行为 美国政府需要于60天前经外交部 经过美国的外交部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 并得到书面的答复同意之后 才可于土地注册署来注册 很明显的就是说准备成交之前 这个恒农地产就接到了香港政府的相关部门的这个通告告示 就是说他们不能成交需要美国方面向中国政府提交申请 提前60天而且要 那么未能如期完成交易 原因主要是香港政府告知交易 涉及到中美之间的外交事务 可以说他们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商业行为 属于外交行为政治行为 所以需要提前60天申请 找了这么样一个理由 很明显的可以说美国领事馆的物业啊 他这个交易已经是卷入了中美外交的一个漩涡 恒农地产突然提出要这些条件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性和中共操作的痕迹 可以说也是中共故意在卡美国 毕竟呢这是早已达成的一个协议 双方很早就已经达成了 对不对 在年初的时候 一个愿买一个愿卖 就是市场交易嘛 自由交易嘛 已经谈妥了 但是现在啊 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 要提前60天的申请 你如果早说 你应该是告知对方 对不对 早提前60天 别人当初不就申请了吗 你现在临时交易了 才说要60天 你这明显就是在拖嘛 对不对 在卡别人嘛 所以我说这个报复的意思非常明显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毕竟中共他认为啊 在香港国安法推出之后了 美国这种抛售房产 抛售资产的行为呢 他觉得是打了他的脸 有损他的页面 释放出的是看空和做空香港资产的信号 起到了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 那么这是中共和香港政府的想法 应该是这样 所以这次了 故意就为难美国啊 报复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 恒动地产也表示了 29日是收到了美方的回应 表示啊 也遵从相关的义务及责任 但认为了出售有关物业的相关外交义务 属于主权之间的事物 并不影响该物业的业权 又认为了特区土地注册处 无权不为协议备忘录来注册 所以美国的领事馆方面 对这个决定 这个横插过来一杠子是反对的 美国驻港领事馆的发言人也说呀 买卖双方需要更多的时间 完成相关交易的行政手续 目前呢 不评论正在进行的合同交易的具体条款 恒动地产就说 那么现在正在征询法律的意见 了解相关交易可做出的适当行动 包括延长交易时间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成交到底是否能否达成呢 还要等后期的一些观望要看一下 那么现在还真的不好说 那么双方暂时乐观的看法 是觉得可能会延期 延期之后还是能达成的 但我觉得这个还真不好说 以外交的理由啊 临时紧急叫停这项早已达成的交易 可以说不管是对于香港 还是对于中共政府来说呀 都是非常愚蠢的一个行为 因为法治和自由啊 是香港的两大支柱 是它的根基 那么一项简单的地产交易啊 故意设置了政治障碍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香港的法治是荡然无存的 那么这就会让投资者感到啊 在香港投资他的风险是越来越大了 让投资者感到不安全了 感觉到香港的资产不可靠了 其实啊 起到的作用啊 就是加快投资者 抛售香港资产的一个速度 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 我觉得那么香港之所以成为外国投资者的一个避风港呢 主要是源于香港与美元挂钩 以及香港的自由和它的法治 还有它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 对不对 都是比较自由的 不受行政 不受政治干预的 还有了投资者 就是随时可以自由的进出 自由的买卖资金进入香港 出去香港都是很自由的 那么除了形式因素之外 可以说一概不受任何理由的阻扰 就是除了你是犯罪 对不对 犯罪行为 刑事案件 那么一般的其他的是不受干扰的 这次呢 香港当局啊 以外交的理由 开这样一个先例啊 限制资产的买卖 那么就会让其他的外国投资者感到啊 在香港投资将来这个风险可能会越来越多 有些定义啊 说白了 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啊 你到底哪些是属于外交 哪些不属于外交 其实应该是很容易定义清楚的 对不对 你买卖一个房子 到底是不是外交 应该有相关的文件规定的 你现在临时来更改 给别人一个下马威 这算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这样给人的感觉啊 就是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 已经发生了改变 一个美国的资金机构做了某些事情 却被冠以外交的名义 不让他套现 其实啊 是很中国的一种做法 可以认你说 而大家可以说正是担心这一点 就没有章法可悬 他说你违规 他说你是属于外交层面 不是市场层面 那么你就要听他的 这种不确定性呢 才是市场最害怕的 有这样一个案例在前面 可以说很多投资者就会认为啊 我日后如果把资金资产都放在香港 本来呢 我是想在香港做一个避风港的 对不对 但是日后呢 可能会面临着和美国领事馆一样的风险 限制你卖 而这个风险可以说是不能忽略的 美国需要中国政府允许 他才来卖香港的房产了 这个行为呢 只会加速让投资者对香港资产失去信心 加速投资者的抛售 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说 不是说你有比较好的硬件 有所谓的法治 有执法的法官 你就是可以是国际金融中心的 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呢 要投资者对你有信心 需要信心来支撑的 金融中心需要这个 如果投资者对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市场 没有了信心 认为了将资金和资产放在香港 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然后呢 纷纷挤兑 将香港的资金呢 转移到其他国家 比如说新加坡 美国 英国 对不对 然后变卖资产 套现 离开香港走人 那么香港 这个金融中心可以说 基本上就废掉了 而很明显呢 中共政府啊 他要么是不明白这个游戏规则 要么呢 他们就是根本不在乎香港 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花100年建一个金融中心 然后他两年就把他整垮了 可以说 也许中共觉得香港死掉 也没什么关系 毕竟中国的块头还有那么大 还有深圳 还有上海的 对不对 但是这是非常短视的行为 除了房产买卖可能被限制了 最近香港银行啊 也是冻结民主人士的账号 这些事情呢 可以说也是接连不断的发生 越来越多了 在12月初的时候呢 香港的银行是一度冻结了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 许志峰和他家人的账户 主要是汇丰银行 还有其他的银行 这个事情也是引发了 香港金融系统政治化的一个担忧 全世界都很关注 很多人呢 也担心呢 自己存在香港银行的资金安全呢 没法保障了 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呢 还发生过好几起香港银行 冻结民主人士 异议人士账户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香港的好邻居 北区的教会啊 他在汇丰银行的账户 最近就被冻结了 该教会曾在去年的反送中运动 是发起了一个行动 叫做守护孩子行动 教会的会堂主任呢 叫陈凯新 他就认为 他说教会啊 可能因为这个行动 被警方视为引中钉 所以账户就被冻结了 一旦香港将金融系统政治化之后啊 我觉得可能就意味着香港金融系统的安全性 已经是没有保证了 它的风险已经非常高了 香港的市场经济地位啊 已经是积极可危 那么这样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呢 必然就会大打折扣 那么情况危急的时候 甚至会崩盘 对不对 对香港不信任 然后是挤兑 那么这种极端的情况如果发生 香港可能就完蛋了 之前我就说过香港很多豪宅呢 到处在打折甩卖 那么这种打折卖房的风潮呢 可能从豪宅开始蔓延到了普通的住宅了 很多香港现在普通的房子都是在降价的 香港的楼价可以说 已经开始在从历史性的高位啊 开始在快速的下跌了 近期呢 由于香港经济的不景气 很多香港断供的房子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它的法牌屋的数量呢 就增长非常之快 很多地方都是法牌屋 大家断供了 可以说这也是意味着香港未来楼市啊 崩盘的一个信号已经释放出来了 那么这种崩盘的背后可以说 是全球做空香港力量的一个大季节 这次疫情加上国安法的推行呢 让香港的金融业 旅游业 还有航运业 零售业 这都是香港支柱性的产业 香港现在是没什么制造业的 主要是这些服务业 比如说金融旅游 对不对 受到的冲击就很大了 这次疫情加上国安法双重打击 所以这种经济的打击呢 必然最终会传导到香港的楼市 因为大家都害怕国安法 很多香港人呢 现在都觉得未来香港不安全了 开始移民 那么不管是他们去台湾 还是去英国 美国最近可以说在美国就能明显感觉到香港的移民 从香港来的移民呢 是越来越多了 英国当然应该是更多 比如说很多香港的精英呢 像许志峰 卢冠聪等等呢 很多首选的流亡地都是英国 那么这些人的撤离呢 他必然会带动一些资金的流失 从香港转移走 然后呢 他们同时会卖掉房产 有报道就说这次香港的移民潮啊 比97年的时候还要大 可以看出国安法 它的恐慌效应呢 已经开始显现了 那么这些人移民 带来的呀 是对香港银行系统和楼市的一个抛售的一个压力 同时呢 也有外部做空香港资产的力量 再加入进来 比如说典型的前面我说过的 美国领事馆抛售香港的物业 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看空来做空香港的一个力量 它这是会起到示范作用的 给全世界的外国领事馆 外国公司 对不对 还有外国的居民都做出的一个示范 就是抛售香港资产 香港不安全了 其实他释放出的是这样一个信号 当然还有很多内地的人 持有香港房产的一些资产 很多也在抛售 据说香港了大量增加的法派物中了 还有还有很多是中国人持有的 所以整体来看呢 因为香港国安法的推行 香港现在是弥漫着这种红色的恐怖 让香港繁荣百年的自由市场 还有它的司法独立 都正在遭受着中共政治的一个侵袭 比如说最近的黎智英被捕 还有黄之锋周庭等被判刑 都可以看出来 香港以及和中国内地的普通城市 在政治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基本上是没有法治 没有自由可言 都是党制 一国一制 一国一制 香港的自由和独立的司法 可以说已经差不多死干净了 现在限制美国民事馆卖房 那么同时还随意冻结民主人士的账户 说明了香港自由市场 已经是民存实亡了 所以香港的几根支柱 基本上都坍塌了 他独立的司法 他的自由 然后他的自由的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 对不对 基本上都民存实亡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限制的是他们卖房 那么未来会不会限制到普通人的头上了 比如说只要是香港人 如果你发表了什么违反所谓的国安法的言论 会不会在未来你卖房移民的时候受到刁栏 被卡住了 进一步推广到整个中国呀 未来不管是外资在华的资产 还是中国人自己的资产 如果你想处理掉离开中国呀 会不会同样被中共政府设卡来限制你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比如最近的蔡霞 还有邓玉文等等 这些人呢 他们就被停掉了设报 有的是银行卡被冻结 基本上就很能说明问题 说明中共的做法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内地啊 基本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都是一个套路 就像一个大赌产一样 你进来的时候啊 好话说尽对不对 喜笑迎开的哄你进来 哄你拿钱进来 那么最后你赢钱了 你要套现要离开的时候啊 那么对不起 他们就设关卡了 对不对 那么就不让你离开 所以说这样的赌产啊 大家觉得谁敢进来呢 未来资产了 我觉得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中国 可以说都已经是非常不安全了 能转移出来的要尽快 那么晚了 可能你就为中共再打工了 好 感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关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